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 年初的时候,派出所民警在日常的巡查过程当中发现, 辖区一小区的单元房内,经常会有这些陌生的男子出没, 这一反常的情况,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啊。 派出所根据工作线索,得知辖区金玉兰湾小区内, 有一名中年妇女从事卖领活动, 随后派出所民警兵分三路,准备对卖淫窝点,展开抓捕行动。 民警当时,我们参战民警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外围不控甄别这个, 神现场对自己与这个我们的目标,也就是这个卖淫女性, 以一百元的价格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当场共认不讳。 随后,民警准备对该名师组女实施抓捕, 而就在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由于民警身着便衣,在敲门的过程中, 这名师组女竟然将民警错当成了嫖客拉进了房间。 民警拉进房间之后啊, 他不直接跟民警说话,因为他这个是基民小区, 他怕这个说话惊扰到附近的人, 所以他打手,是告诉民警, 脱鞋换鞋,脱衣服进房间。 据民警介绍,在第一名客人离开之后, 该师组女又联系了另外一名男子, 因为不知道对方的长相, 所以错把民警当成客人请进了房间。 民警前期介绍的嫖客, 他已经联系好了, 在附近等他的电话,接到他的电话就上来, 正好这个时间差, 跟我们进行抓捕的时间相重合。 他将我们的参展民警, 每当做嫖客拉进了大门, 就在我们进门的时候, 第二个嫖客正好通过电梯出来, 也被我们现场抓获。 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之下, 民警随即将该师组女, 与两名男子带回了派出所。 根据警方的调查了解到, 这一名师祖女姓王, 是重庆人, 今年是48岁。 那么这位年近五旬的中年妇女, 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 开展卖淫活动的呢? 民警告诉记者, 王某平时喜欢跳舞, 经常出入各大舞厅。 认识男性之后, 就会将自己的微信留给对方。 民警暗示对方字。 既在从事蔓淫这方面的活动, 如果对方有需求的话, 事后再通过电话和微信, 双方确定了这个嫖姿, 时间。 之后再告诉对方的地点, 然后双方由南方上门, 到自己的这个租住小区房间内, 从事蔓淫嫖娼活动。 虽然王某年近五旬, 但是他平时很注意保养, 面容较好, 平时在网上发布的图片, 也是经过美颜处理。 民警我们的目标人物, 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在我们事后对他手机进行这个这个。 清查的时候, 发现他跟这个嫖客讲, 因为自己住在七楼, 他跟嫖客说明, 不要坐电梯直接到七楼, 可以到八楼或者到六楼, 再通过消防通道的楼梯到七楼, 这样缩小目标。 据王某交代, 为了避免收到假币, 他从来不收现金, 嫖姿都是通过支付宝, 或者微信转账的方式结算, 通过卖银, 平均每个月可以获利三万余元。 民警你现在对自己行为 有什么看法? 王某知道错了。 民警知道错。 还搞不搞了? 王某不搞了。 民警卖淫违法, 下次不能再搞了。 王某知道, 针对该名师祖女发布信息, 实施卖淫活动的行为, 警方对其予以了行政拘留14天的处罚, 而两名涉嫌违法的男子, 也被相应的处罚。 民警对第一个嫖客, 予以行政罚款500元的处罚。 因第二个嫖客, 他已经与对方谈妥了这个卖银的价格, 但是由于抓捕及时, 还没有来得及发生性关系, 这个属于一个 从轻处罚的情节, 我们对他予以行政罚款200元的处罚。 男子婚外恋, 与数百名女性暧昧, 贴补自己的婚生子, 我丑恋爱谈得少, 本来是送孩子连着媳妇, 也送了男子得知媳妇被判, 见面我跟他玩命温柔女法官主动解为男子官司缠身进宣套, 他打着我的心窝子。